HELLO 大家好,五安來到財智通盛 今天的嘉賓有我的新嘉賓 就是安力證券研究部董事 湯麗雄 Kimmy 幫我們分析大事 Kimmy 你好 歡迎我們的觀眾朋友 UPTV 財經 Youtube Channel 以及 Capital 港股港股的朋友 大家都想和 Kimmy 溝通一下 有些股票問題 都歡迎在留言板跟我們講一下 開節目之前可以做這個呼籲 只要10元就即時交給我們UPTV的會員 立即送TG 資專 Group Youtube VIP 的會員 我們都會看到你是會員的話 有個綠色的顯示 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見今天港股低開到這一刻為港 應該都像是高收感覺 看到今天恆子坐過山車 夾晚美股要跌,特別是納指 耶倫的廣話 以至乾媽股神 Kavin Wood 都說美國債息上揚 有機會影響資產價格的表現 都有少少陰霾 宏觀的大市分析當然要交給Kimmy 你怎麼看呢 其實大市的分析 我去到昨天的時候 看到大跌市大家都很害怕 因為大家都在看 每一次突然間港股的時候 由昨天一次過衝上31,000 然後升400多點 到頭來跌300多點 一上31這個關口 其實有少少害怕 因為技術性的調整真的很大 到昨天的時候 我自己都有看一看 原來恆子每一次去到30,000 1,000點的時候 那個技術阻力 就等於每一次去到30,000點 那個技術阻力一樣大 所以昨天我再看一次 去到30,000點或30,000點 這個位置一定會反彈 因為看回那次高位的RSI 剛剛就在這個位置 很明顯今天就反彈 加上要多謝匯控 突然間宣佈派息 起碼托著市線 再加上今天那些浪銀股 做得非常漂亮 就是939、有儲銀行 全部都升到差不多 非常之好 突然間很多人失落那隻1177 中國藥名生物 中國生物製藥 都突然間彈上升 那十幾個百分比 全部都是恆子的南籌成份股 所以你會發覺 今天的新經濟股 大部分都是倒跌之後 跌幅收窄 但不是很多隻現在反彈升 但是跌幅已經收窄 升得最多都是一些舊經濟 傳統經濟股 剛才也說 匯控出業績 分業績 不知道可否合乎預期 當然有些朋友再預期得好些 會不會有些回購 但是我們之前也有其他嘉賓 以前自己也有看 那他盈利層面 是不是很重要 去回購先 如果公司沒有水 想回購也未必可以回購得到 那現階段派息 是不是已經算是這樣的 還有你也要留意一件事 就是他歐美的業務 其實還在虧錢 你看看業績 他美國那些外壞賬 那些負債資產 都幾多 那你怎麼看呢 回紅 你都知道很多散戶股民 跟他施定終身 就是高位60元坐下來不走 28元走不走不走不走 堆回血肉長城的沙包 一路堆一路砌 35元不走 40元不走 一輩子都不走 打算這樣 終於駁到他收息了 那怎麼看呢 回紅 對於一些有資歷的股民來講 應該怎麼去部署 或者可不可以做些短期操作呢 五號仔 嗯 其實五號仔派息 雖然派15美先 但其實都已經派了首掌 因為真的很多公公婆婆 或者我們大部分的強積金 全部都是追蹤著 回紅一定有 所以他派息 其實都是可喜可賀 但對於回紅的情況 我自己暫時 今天的看法 就是如果前幾天已經有買了回紅 今天其實應該要走貨 因為為什麼呢 我覺得他今天推高去到差不多 最高位49.5元這些位置的時候 應該有一批人走去入貨 入貨之後 我覺得有機會會坐低一點 因為我有點害怕 星期四的時候是期之結算 我會有一點害怕 就是今天又是差不多 想接近去到31,000這些位置的時候 又明天衝高又跌下來 去到星期四的時候 夾高行之來結算 可能有這個情況 所以我是怕回紅 所以我自己暫時看法 就是如果前幾天有拿回紅 就應該要走貨 但是今天這個位置千萬不要追 因為為什麼呢 大家都知道 每到31,000這些位置 一定會跌一次 那個跌幅都很厲害 因為可能很多衍生工具 在一些邊線那裏 那裏 一穿就 一穿就塞回去 那裏 你想搏上去 又再穿多幾格 因為始終都真的 都多 多的 所以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就是最好 今天不要說高追 就是回紅 反而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反過來 你真的很想買 那不如買一隻恆生銀行 雖然他今天都公佈了業績 去年稅前 日利都減少了33% 但是恆生有一件事好 就是他保持著派息 不像會控 那樣 對上次就說我不派息 然後所有人都哭了口 但是恆生起碼都保持著派息 而且你看到他的股價 其實已經低位反彈了很多 低位128元到現在升回154元 那其實那個的供應的情況都不錯 如果對我自己來講的話 他有機會可能 下降低少少的位置 可能148元或者144元這些位置 我覺得可以吸納恆生銀行 是 嗯 都幾確定是牛市 其實你看到 這一類傳統的股份 都升回到52周高位 那你不能說 喂 恆生現在 嘩這麼厲害 都不是牛市 或者會控上了 頂部都不是牛市 即是說不過去 不過 始終牛市迎來 就應該對港交所 看回好少少的 港交所 我沒有記錯 明天出業職 那隻三八八可不可以 即前部署一下 其實這隻三八八 今天已經有位置給你入 今天 今早開始 真的 我和阿欧在那裡談 真的害了不少人 突然間一次過 坐下很多新經濟 和熱炒的股份 之後是不夠 我想大約半個小時 很快已經所有收回上 最明顯是體制6060 總安 今早一次過 坐下差不多7-8% 突然間 跌幅收窄 去到差不多 跌超過1% 到現在都升了一點 即是700騰訊 都697 697 其實你害怕 穿了700元 很多人都會先放下 或者反過來 就算你想買 又未必穿了700元 立即夠膽湧進去 果之然 你不湧進去 就錯過了700元 你不湧下放騰訊 的機會 可能是近期 往後不敢看字 近期來說 穿700元 就有點難度 不過都震走了一批散戶 是的 所以其實就是300元 低位建國 542元 到現在跌幅560元 明顯升得很快 明天公佈業績 那業績 無疑來說 一定是做得漂亮的 你見今年有這麼多大型的IPO 來香港上市 港交所賺錢都賺到手軟 全部集資額都這麼厲害 只是單隻快手都已經明顯 對他明天的業績非常有保證 加上幾隻IPO 都是B股 全部都打新熱潮 非常之厲害 所以 300元其實今天已經有位置 加上圖 你見到他今天算是有少少低位 十字升這個位 我想預備明天再升 明天有機會 我覺得是會高開 然後又低一點 然後星期四可能市場再加高 正常 業績之前 通常都會加高一點 不過出完業績 通常都好像大家學了騰訊 一出業績 好好的 好得很緊要 立刻跌了 是啊 騰訊每一次都是這樣 一出業績 一好就會跌 有些股票的省務朋友 經常說 騰訊架壞了股票 因為這個風潮 好像是700整出來 以前我們 譬如投入股票市場 等份業績 業績是好 等它爆升 現在連中型股份 都是業績之前炒一轉 然後份業績真的交得很好 跟著就 叫做股價獲利息 這樣 滑下去 所以想問問 都要留意一下 除了說這幾隻焦點股份 那 ATMX 裏面 有沒有哪一隻 今天可以試試部署呢 再加上 有沒有興趣看一隻快手 見快手 立入指數 但是也不太動 或者 反過來就是 是否衝勁著 接下來也有些機會 立入MSCI 其實這些350元這些位置 可不可以試試部署呢 是的 其實這麼多隻ATMXJ裏面 我自己比較看好 都是一隻京東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好像25至26日 恆指會宣佈 有哪一隻可以染了 暫時大熱的話 就是有隻9618 有隻291 就是懷孕啤酒 亦都給阿迪 1211 1211 但是給阿迪 就是之前國子入過去 被人踢走了出去 那會不會 國子二拉不要他 然後大拉要回他 入籃籌呢 亦都有可能 另外就是 有些人都會催 說會不會其他一些 藍月亮 藍月亮 突然間有些人催藍月亮 如果是藍月亮 那不如我先看勞夫山泉 勞夫山泉市值都大 持續都是五十多元 六十元這些位置都穩 那如果你真的要說的 就是藍月亮 農夫山泉這兩隻 農夫都沒有什麼鞋貨 沒有什麼散戶貨 其實都 所以如果你給我ATMSJ的話 我會九六一八 京東始終第一 trade又夠 成交又大 接著接下來又 京東物流又上市的話 你即使拼不到他入籃籌 找京東物流 再宣佈多一次 幾時做支戶 又是上多次 那為什麼不拼這隻 是 有時又是 恆子 舊時宣佈 染藍的話 高興 染藍之前那一天 你就好走 因為染完藍 又好像是一個魔咒 但是 你又不要以為 今一回合不染藍 就會令到股價滾下去 有些股份 就是今一回合不染藍 不要緊 下次一定會染的 所以股價繼續有支持 有時 我覺得這兩三年做股票分析 真的有一個新的常態 除了疫情之後 有新的常態 我們都要學習一個這樣的思維模式 挺有趣的 今年過年也是 有些股份 譬如普團股 700和3690 那些北水又會先買定 是的 即是我先買定 我怕我之後 初幾之前沒得買 我沒得玩字 我現在先買為勁 挺有趣的 這些都是今年 踏入2021年的資金輪動的常態 剛才我們用了很多篇幅說 新的經濟股份 資金輪動去回舊經濟股份 好了 舊經濟股份 我們今天看到 豪島股有上升 看到內銀股有上升 那有沒有辦法 還可以追求下落後 前兩天又升了資源類的股份 你數格仔 現在暫時看物館 內房 暫時還未動 還有教育 我不知道大家 教育是否還有興趣去看 這個我是打點問號 我不是覺得 還未輪到他們 代表他們一定會升幾格 但是究竟怎樣去看 因為下個禮拜 我們就開始看 十四五規劃 是的 即是3月4日至5日 就十四五規劃 大部份都是先炒內需為主 我覺得新能源版法 應該會再炒一炒 因為其實你發覺新能源股968 順義那一派炒得很厲害 3800 最近好像突然間休息了 還有那些車股 今天其實都沒有一個強勁的反彈 你很久沒見過有人說 要買一隻比亞迪的 或者是隻長城 長城錄得很快 很快 二十四個多 現在二十三個多 所以可以說這幾個板塊 新能源板塊 加上一些清潔能源的板塊 是未升的 第三 內房股 內房股就要有少少小心 因為內房股 對上那次大升 譬如你看一隻融創 1918 都已經是差不多 我沒記錯是去年十二月 或者一月的市 之後都已經是沒有再升過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但是我自己覺得 內房就要小心一點 雖然最近的水泥股有動的 華人水泥股都下跌了很久 海螺琴有些 真是 914那些 1515 中國建財 不過呢 問問Kimi 講開水泥股 其實一年就升兩三回合 通常水泥股 當然大家當然想買定 可能兩會有沒有機會 在建設方面去想想 當然也有追落後 其實正頭正路 內地是復工復產的 這樣 但是水泥股 你喜歡海螺 潤泥 還是一些邊線 例如西部水泥 亞洲水泥 那些 如果水泥股 其實就要感謝近日的資源股 升得很好 見到油價 就是因為美國那方面 就是他們大雪停電 德州 直接停止 好像不能動 然後我又看高盛 覺得油價 今年可以上到70 每桶70元 所以油價都很厲害 油價就推升到其他的銅 鐵 鐵礦石 比如你看到一隻 1029 這些全部都升得很厲害 3993 然後中煤能源 這些全部都升得非常之厲害 所以也都令到 剛剛我們講的那些水泥 資源股 都是跟著升的 但是如果你給我選 我不敢碰水泥股 因為 你看到一隻海螺水泥 雖然最近914升回 但是 你想想之前你高位入的時候 坐了多久 現在才彈回 還有今天 就是那個回彈幅度 你叫了你都未必坐得穩 是啊 你看到這個低位 都很多鞋貨 你說Gap Up 上去 但是升穿了 那它又未必維持一個聲勢 隨時就原地踏步 一會兒滾回去 46元 你就好像發了一場夢 是啊 所以我就是擔心這件事 我寧願不會駁借內房 但是內房 現在就有些少擔心 因為今天出了一個新聞 就說內地對於一些銀行 要求他們房貸方面的借貸 提高了要求 所以你看到那些水泥股動 內房就突然間又不是怎麼動的 所以如果對我自己來說 有些什麼系統還未好炒呢 那就是我剛剛所說的新能源板塊 因為其實都見到拜登上場之後 都加入去巴黎協議和平協議 所以新能源板塊都是有機望再炒的 加上如果十四五規劃下個月 三月四號五號開會 我想阿爺都會主動講一些 新能源的汽車板塊 內需的股份 所以我也是會看回這一類股份 比較為主 可以部署一下 講開汽車股 我們詳細一些 譬如拿一隻175 拿一隻1211 和2333 你們比對一下 如果想走進去汽車股板塊 或者剛才Kimi講的新能源汽車 這些股份是否看得好些 還是可以看上線一些的 有些供風里業 還是小弟都有時涉獵一下美股 那些未來你想小鵬 是否又可以部署一下幾個住進去呢 因為那些在美國上市 感覺上覺得主要一些 在電能車的市場裏面 當然 關於電能車最近最搞笑的就是看1810 其實也有趣的 你可以說它很實際 雷軍 也可以說 為何你不欺騙一下股民 意思是什麼呢 其實你不用馬上出來澄清 不是說沒有這樣的想法 先炒幾天 先炒幾天 你可以有概念卡 大家玩開車的朋友 你可以製造一架出來 受歡迎就是量產 不受歡迎就是概念 或者你自己不夠資金研發 可能跟其他車廠聯成 有權利的概念卡做出來 是可以突然間 我是小鵬衛來 不如跟小鵬的米家智能可以聯成 在車裏面 將你某一些系統 去做一些Creative的Coresover都可以的 那為什麼一來就一刀切 對不起我也是不做了 就是為什麼要這樣呢 還有就是 對於小米來說 它也是一間很有實力的公司 可以沾染或者染手電能車 剛才說它太誠實了 就是如果你給我的東西 我就好像一輛708那樣 恆大汽車 做幾個Prototype 或者是那些概念車 買廣告 不是廣告 是呀 你都可以炒起小米 就是小米 你看到有一個麻煩點 就是本身就是上任的美國總統 特朗普就說不給外資去買 我相信小米外資持有的機率 都是比較多 所以沽貨量一直都大 所以押著價 即使大媽想摺貨 都根本就摺不完 所以再加上這宗新聞 炒作上個星期五 突然上到31、32 但你那一刻有點害怕 為什麼呢 它上了32元的時候 很快又升12% 跌一跌 跌回到6% 即是升幅收窄到6% 其實很多人排隊 立即出運貨 因為我想排貨也挺多 但是暫時的走勢圖 1810是有少少轉運的正常 是有少少轉運的 因為如果你看它的圖 今天是有些想收十字升 低位十字升的感覺 但是又收不到 但是起碼你可以看到它 在28元這個位置似乎是站穩一點 下一個支持位100天線 那是26元 會不會去到26元這個位置呢 就要關鍵看看今天 究竟可不可以收到28元 但是 也有少少失望 因為之前這麼多隻大時代 就是見到大星市的時候 小米是動都不動的 所以就 如果對它來說的話 你車我就不敢碰住 是啊 其實說真的 它出來的業績和出來的感覺 其實都挺亮麗的 你說說它的手機銷售 其實每一步都有驚喜 也都將性價比 CP值 經常說壓得很帥 整個集團 或者整個營商理念 都好像很值得支持 不過股價就 此刻還未能反映得到 看看大家 是否還是喜歡價值投資 我覺得ATMX裡面 如果價值投資 我覺得是挺務實的 相對其他 比如你3690 我們真的不敢湧進去 還有一隻外賣股 你看一下 真的很誇張 是啊 整條數出來 你真的難免有少少害怕 但我想說這隻3690 有點失望 因為其實 反而那些大媽 放春節的時候 我們討視先 大媽還未回來的時候 廣估非常之好 好炒 很多人都期望大媽回來的時候 就是插回什麼呢 6969 施摩爾 尾屯 這些 誰知道回到來是急跌的 哇 6969 那隻909 2013 中國有賺 哇 全部收了水 真的有少少失望 連大媽都好像春節的時候 我預料了他可能有疫情 都可能會有買外賣 會回來炒 接回貨 沽貨 不過今天做到一個短炒的事 如果今天低位381 賣到這樣 高位408 都可以做到少少短期的操作 但是你看到他 哇 有少少吃驚 我覺得 回答一下觀眾朋友的問題 剛才承諾過 就是講一下 比亞迪 李小姐問 1211比亞迪 未有火 現在可不可以入呢 Kimi怎樣看 其實1211 暫時見到他最近有個消息 就說高領司本 就進入了1211的一些股份 總之有份參股 但是你看到最近的車股 真的有很大問題 就是弱勢 一路都不會去炒他 加上1211 配完股之後 那一陣子有升過 就已經一路跌回來了 下一次其實要等他派貨 配完股之後 暫時你看他的位 其實今天低位218 都危危負 站在50天線這個位的水平 暫時50天線231 但現在做229 今天我自己的看法 就是不要買一隻比亞迪 因為我覺得 那些車股應該有機會 要再明天回調多一次 因為如果今天真的夾高的時候 之後到明天高開再低收回來 到星期四真的夾高的時候 應該明天才去看賣車股 如果我猜星期四的時候 恒指結算真的夾高的話 加上你現在看到 其實都已經三萬零六百點 每一次三萬一千點的時候 剛才都說了 未必那麼容易過得到 是的 所以我就覺得你給阿迪 可以等到明天先 才去買 不要今天買住 是 現在看看有沒有好消息 又說有機會入行指成分股 究竟做不做得到 我覺得 給阿迪 有些朋友 通常都是短期操作為主 還有 有些朋友都要看一些衍生工具 不過注意 操作衍生工具的時候 看街貨量 看一些物價 如果不是夾死了 又要再買過 要看一下 有朋友說 或者6690是否還是 stronghold 這隻都是之前的一個焦點股份 今天到頭上升了一點點 看來暫時32元 這一刻來講 就穩陣了下來 或者穩定了下來 但是由高位跌下來 之前看得很好 可以自駕 很多朋友到 但是連續出了幾支音竹 好像差點 怎麼看呢 這隻股份 其實2月19日的時候 就有一間基金 就減持了可以自家的 那時候就在2月19日的時候 你看回 剛剛那天的股價 就是踏著條20天線 其實我想他都看著這個指標 一穿條20天線就走了 因爲他就覺得會再繼續下跌 雖然今天是企圍32元這個位 但是可以講 38元的阻力位非常之強 因爲你見到他每一次已經有3、4日 徘徊在38.4日 半至38元 37元這些位 都突破升不到上去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如果你現在未有貨 我覺得是可以買的 因爲其實可以自家 都已經是 最少一定上回40元這些位 我自己覺得 只不過38元的阻力位 真是有比較大 但如果你現在現價32元買 你駁他去36元短炒 都可以 但如果你還拿著貨的話 我假設坐貨 那應該繼續拿著呢 我覺得應該繼續拿著 但你要繼續等 因爲它是比較大 它比2148V星 這幾排炒的氣炸鍋 有少少不同 氣炸鍋夠輕 你要炒 怎樣炒都可以 沒什麼蟹貨 但是可以自家太大 感覺像國美電器那種感覺 所以你要炒上去的時候 是需要一些時間 你給我的都會炒一隻V星 2148輕 始終市值沒那麼大 今天如果一隻V星跌了5% 是否值得 這個位置 就是兩隻比較 今天看來的V星就直撥能力高些 是可以這樣說 因爲你看它的圖 每一次跌完之後 翌日就升 雖然昨天就最厲害 突然間跌的時候 低位反彈 又升上去又升了十幾% 那我覺得如果今天V星 是有機會去回21元 或者二十幾元這些位置 其實可以考慮去買一買 因爲其實它那個家電股 最近的sector都做得不錯 那1691那些 亦都是持續做得很好 那所以我覺得V星 還可以是繼續考慮的 還有又受惠 就是過往的一年的疫情 那個個在家裡都 逆境廚神 不煮飯的都立刻煮起飯 是呀 不利炸鍋都氣炸鍋 蒸焗爐氣炸鍋 廚司機什麼都買齊 你才是懂得煮東西吃的人 是啊 好啦 觀眾朋友Andy 問兩隻比較 問2319 夢牛乳葉 還有一隻李玲 2331 兩隻之間都是沒有貨 那選哪隻呢 兩隻最近都有些回肚 看來都想買一些大隻少少 還有品牌效應多少少的股份 那兩隻選 怎樣選好呢 Kimi 兩隻都內需啦 那我會選一隻 蒙牛乳葉 2319多些 因爲其實李玲那陣子的強勢非常之好 但是持續呢 就是因爲說 東京那裏可能搞不成奧運會 所以2020一跌的時候 其實這隻李玲又繼續跌了 而且每次他穿了50天線 本身是一個明顯的反彈 但是你昨天都穿了50天線的時候 到今天那個反彈都不算明顯 至少沒有去到50元這些位置 那暫時我覺得就不要買著一隻李玲 因爲整個體育的sector 我覺得未有一個很大的 synergy 令到它繼續上 反而爲什麽我覺得可以看這2319呢 就是因爲那些牛奶股 它本身的上游格價 真是由去年11月開始就升了很多 那麼前一陣子都見到飛鶴不斷創新高 然後到現在2319也做得是不錯 加上無牛它收購了A股一間娛樂公司 叫做妙可南多 這間娛樂公司 就是妙可南多 其實已經由去年三十多元的股價 升到六十多元在兩個月之內 那妙可南多其實在A股裏面 都是一隻熱炒的股份 既然如果他旗下收購一間子公司 股價是升的話 那沒有公司的股值其實是會提高的 加上你見到無牛 如果現在去到50天線這些位置 值得吸納的 因爲你對比剛才2331 那個50天線破了之後 都未回到50元 但是這隻無牛幾次都未穿50元 快要穿50元的時候上回 我反而會博一隻無牛 而且內需 內需 那就可以看資金輪動 是否轉去炒一下無牛 現價位部署如果碰到50元就非常好 可以短線的 看來市況都不是弱得那麼重要 不過就在區間那裏 剛才Kimi都說了 如果恆子的走向就在1000點的範圍那裏 搓上搓下 大家要看定點去操作 林小姐問1211 我們剛才答了 可以看下節目之後 看看重溫 你就會知道更多 有朋友問1.0.29 這隻可以說是一隻炒股 我自己都很久沒看了 這隻鐵貨 是1029點 這隻 因為是做鐵礦石的 其實鐵礦石 就看著 現在整個資源股的價格都升了很多 而且 它是最主要做鐵礦石 最近期貨也大漲了很多 它也有供貨在俄羅斯方面做一些供貨 和中國 你看到它是發了刑期的 公司是發了刑期的 所以它由刑期公佈之後 股價已經一直向上 我覺得今年的資源股 都會繼續升 因為如果現在德州美國大雪的情況 都會升到油價上的話 其實資源股還是有得上 我想它下一次公佈業績 就應該要去到3月 但是它已經營起了 我覺得可以有機會 再上到差不多3毫指這些位置 0.38這些位置是有機會 嘩 可能大家都 這些絕對是理事股 雖然今天初13下 但是都 派利事 這些股份 可能 大家可以試試部署 還有觀眾朋友 問一下 168 和291 怎麼看 這兩隻股份 兩隻都給你走 很明顯 很明顯 就是 例如你看這168 其實都已經滾下來 有強勢 那時候七十多元這個位置 那我不知道 可能是否過完春節之後 大家對完啤酒 可能就會 其實那時候過往 根本春節 冬天 就不會升啤酒股 都堅強夾上去 連著那些打火爐 9922 那些海底撈 那些 那些 那些夾上去 對 正流正流 今天都錄下來的 你看到海底撈 9922那些 但是最好少這幾天 我看到一隻八威亞太太 又炒上去 是呀為什麼呢 真的呀 是否都是喝回外國牌子 好些 可能也是喝回Price 那些好些 那些 但是我自己的看法 就是 青島啤酒 現在那個情況 就是 它已經穿了一百五十天線 那一百五十天線 本身是七十一元 這個位置做支持位 七十一元這個支持位 一穿的話 其實是可以買的 可以入貨 但是對我自己來說 我覺得太貴了 因為一手 我沒有記錯 是要十幾萬的 現在位列第一位 一手最貴就是安達體育 第二位就是青啤酒 第三位就是潤啤酒 根本呢 如果我們舊時成長一年代 如果爸爸淨落幾手匯控給你 好啊好啊 現在呢 如果你做爸爸媽媽那些 你淨落幾手安達體育 幾手清道 那你就可以 幫你輕鬆買樓上斜 做壽期 所以你給我 我不會買這麼貴的一手股份 我不是代表不看好 但我覺得它這個位置是會反彈的 就是我覺得 一六八是可以搏 那二九一如果你買的話 它現在其實低位十字升 但是我剛剛跟阿歐分析過 既然已經有兩隻啤酒股入藍醜 是呀 恆子的比草沒有理由 多入一隻啤酒股 所以我覺得 又不需要一定要買 因為它現在都十幾萬一手 反而我覺得可以看 就是海帶低 六百六二 因為你看到它 都已經是穿了二十天線 但是呢 又五十天線 六十六元這個位置 有一個支撐的 今天去到七十元這個位置 如果看圖 其實現在是做低位十字升 所以我自己覺得 如果直播率一手又沒有那麼貴的話 是 那不如把海帶拌好 是呀 多好啊 都是喝喝吃吃 不知道能不能幫到大家 不如這樣吧 我們都喝口水 轉過頭回來 繼續跟Kimi 回答一下觀眾朋友的問題 謝謝 大家好 祝大家牛年心上市城 今年的股市是大牛 大牛市當然希望大家賺多些錢 但是有一點我也想說 就是香港現在疫情都很緊張 最重要的是身體健康 那身體健康之餘呢 財富就滾滾來 心上市城 恭喜 恭喜 恭喜發財 祝UPTV觀眾 在牛年了 在股市上面 就不用做牛做馬 買那隻就升哪隻 財源廣盡了 恭喜恭喜 恭喜 恭喜發財 陳道濟恭喜大家發財 投資材女祝大家 財智相傳 大展紅套 各位UPTV的觀眾大家好 我是Tony 祝大家在新一年 投資回報 折折上升 心上市城 買哪隻升哪隻 祝大家今年投資大賺 大家好 我是比比 新一年 公祝大家 最重要的是身體健康 和橫財就手 甚麼都是順順利利 多謝大家 祝大家牛牛年身體健康 恭喜發財 買哪隻升哪隻 恭喜發財 那麼多是UPTV財經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財智奧 先祝大家 財源滾滾 子酸滿堂 還有 overcome到的疫情 那就非常好 恭喜恭喜 大家好 牛年祝大家 吉星高招 每個買都是倍升股 今年賺多些 祝大家今年五福臨門 牛年發財 買甚麼升甚麼 各位UPTV的觀眾 新一年 我祝你們心想事成 身體健康 希望大家可以在這個牛年裡 牛市賺大錢 賺到盆滿滑滿 恭喜 恭喜 大家好 恭喜新一年 大家買哪隻升哪隻 就不要運氣 希望大家賺多些大吉大利 恭喜發財 好 恭喜發財 繼續才智通 今天的嘉賓有 安力證券研究部董事 Kimi 湯麗雄 幫我們分析大事 剛才我們 米後都說了很多不同的股份 有些朋友問一下 1177 究竟Kimi怎樣看呢 今次入行指問號 我便覺得他應該報復式反彈 因為他很害怕被恆生指數公司剔除去 因為25、26日公布 快換了 你猜哪隻脫出來應該容易猜些 之前我猜往往會脫 好像脫了 我沒記錯 其實如果你看到這麼多恆生指數裏 最比較舊經濟 真的是中信股份 267 我沒有記錯 但是呢 因為最近的舊經濟都開始移動 所以267 如果267 如果267 不脫掉的話 可能又會有 這個就是好消息 對於你來說 如果不脫掉的話 因為始終會有些 基金 擁抱恆子 會有散碎感覺 如果脫掉了 現在開一下267的圖 我最近都在看舊經濟股 其實它現在是漂亮的 因為你見到它前天 有個幾大的成交 那個大成交還要是升的 升超過2-3% 但你不要期望 中信股份一天會升十幾% 當然啦 但它這隻像萬牛格局 除非我覺得最大機會是拿哪一隻呢 拿一隻267 就是最舊少少的經濟股份 但是如果你說最近恆子表現最差 一定就是小米 真的差 還有1177 之前就真的令到很多人坐著那些貨 很多人都九十塊這些位 小米應該沒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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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再添一點 因為國交所都真的 或者恆子公司 其實兩邊都有些 釋出一些訊號 就是想個Variation多些 增加多些 未必剔除 但是增加多些 會不會有些 深一科的股 可以後下 或者其他 我們剛才 過去那半個小時 說的那些 飲食類股份 可以 原來香港人 這樣 或者這麼喜歡吃酸菜魚 有可能的 令到我們很多元化 有時候我們看 美股的一些組合 你會覺得 這麼有趣的 做機械人 機械手術手臂 都可以入到某些指數 那是呀 人家真的有很多 不同的企業 而這些企業 真的有一個市場的獨特性 獨自無頭 那不知道這些 是不是都幫到手 有人欠Kimi很美 那我馬上讀了這個 謝謝 因為其實都幾誇張的 那今天就 哇 跌成20元 以為沒有跌得這麼深 今天你算很聰明 350元 很多朋友都走了 其實無論 你昨天377元拿 其實你輸20多元 有些人都真的會走 怎麼看呢 這隻快手 Kimi 涵藍首先說有沒有機會 其實它現在是虧算的 加上 上市都未夠一個月 如果你給我選 有機會大熱 真是9618大熱些 加上公司是賺錢 上市都已經有超過一年的時間 如果同樣都是科技踢股的話 我自己覺得 應該是京東入的機會大 是1024 但1024在成交 市值那方面是達標的 我純粹是憂慮 就是剛剛只不過是上市 加上它業績是虧損 我很少見一隻行指公司 是會一開始立入一隻公司 是完全虧損的公司來的 正如你沒見過 有一隻B股是現在立進去的 這是我的分析的考慮因素 不是 這是很正路的分析 是的 所以為什麼我覺得 涵藍的機會 可能比9618低少少 至於你問我 你現在坐貨 那應該怎麼辦呢 我覺得可以繼續坐著 因為我覺得是會升上的 我覺得市是會再上一次 是會三萬一流上這些位置 現在未去到最crazy的階段 因為內房是未動的 現在內銀已經動了 對上那次上港股 上三萬點兩次的時候 是科技股大升 但是內銀股是未動的 現在內銀股開始動了 匯豐都開始動的時候 差一隻內房是未動的 是不是教育股 奧義已經派給大家 我未必碰了 教育股每隻都不敢碰 我們以前剛剛流行教育股的時候 那些銳建、那些豐葉都不知去了哪裡 今天我還看到一隻希望教育 突然間一跌 有沒有希望 希望教育 跌得很厲害 今天我看到一隻希望教育 新東方還在不在線 原來我自己都打過問號 真是 所以我就覺得 這樣的情況 這些落後的股份未動 但是最近那些細價股是有動的 譬如我見到就是 亞洲果葉73 這些細價股 然後 即使今天你都見到一些 178都動 卓越有動 709 還有Dunald這些 有動 之前是沒有人管的 這些算是細價少少的股份 都動 去到內房 以及我剛剛所說的 遺忘了的sector 就是你想想 連賭業 他們是GGR都這麼低 都可以炒上 如果連教育股的信息 即27真的好誇張 即講講講 剛才升12% 你怎麼猜到 即昨天都以為 他叫做賭業股復甦 即炒疫後復甦 接著今天就直接 報復式彈上去 那也對的 你問 我現在最想去 即近近地 即現在突然說 開關 你不是台灣 又是澳門的 其實作為一個香港人 你真的很惦念這兩個地方 所以你說 不飛機不飛得自 那澳門都 吃下豬扒包 吃下豬骨煲都好些 先拜阿彈三巴 是啦 玩兩手我就一般 不過 你就掛著食物 即有些不同的地方 不是只是 每次都只是 在一個行山這樣 要 你很悶啊 我一次看到 自己和隔壁社交平台的人 永遠都不是行山 就野餐 不是野餐 就是行山 所以都希望 疫情快點完 如果你所說的 疫情都未完 連賭業股 GGL那麼低 都炒過上 所以我覺得 如果我剛剛所說的 內放 還有阿欧講的 教育股 真的未炒過 這些都上了 真是crazy階段 所以 所以這10524 我覺得是有得上的 那 未對比小米 小米差一點 我覺得 走勢套小米差一點 所以你不用擔心 可以繼續拿著 是 希望 派到定心院給你 也都 多謝你的讚賞 喜歡我們的頻道 可以分享出去 like我們 或者subscribe我們 youtube channel 看看這個好醫生 平安好醫生 是的 有觀眾朋友 就說 NH 133 平安好醫生 135元有貨 要不要走 這樣 那位拿 平安好醫生 想不到 因為平安好醫生 都經歷由 一個平安普通醫生 變成一個平安壞醫生 80元都很壞 接著就 出手 女股神加持 然後就 那位有些獲利盆sir 回來了 現價位吸不吸引呢 以至這位觀眾朋友 135元 是不是應該先走 將資金 是要輸少少的 不過就拿些資金來 不如炒一下 剛才我們之前有提及 譬如京東 或者鐵貨 挺好 這樣入一入 這一類的股份 我就同意阿欧這樣說 因為如果真是乾媽加持 首先說6060 和133 我將他們兩個歸一類 大隻6060 怎樣都好 發了營起 有業績撐住 大隻1833是虧錢的 所以你看到 其實這兩隻 今天都是跌了幾天 都出了洋竹 你給我 我會對16060 起碼有信心些 起碼有個 業績撐住 發營起 他3月23號 我沒有記錯 3月尾到 中 就會出業績 起碼那一刻 你覺得有期望 都差不多會升一次 大隻1833 就真的虧錢 你對我來說 我寧願拿些錢回來 去買一隻京東 或一隻京東 我會這樣做 或者如果你拿著6060 反而我建議你 不要走 可以等到他有業績撐住 這個是我的看法 應該業績都會好 因為身邊 都真的多了 別人用那個 EZA Bank 這樣 無論好像 買麥當勞又有得便宜 買那個 %的咖啡又 買一送一 這樣 拿到很多人進去用 所以可能出來的業績 告訴你 EZA Bank 在香港業務 開戶的人 真的多很多 而且他都經常想做 互聯網保險業務 我也知道 可能往後 大家在互聯網買保險 或者線上買保險 有機會是新常態 特別 你吃了那些旅遊保險 很容易 那時候我們還要在櫃圓機那裡按 即是臨飛之前 還要買少許保險 即是某幾間保險公司 現在就發現 喂 那我與其在這裡 還要排那個 這樣的 叫做櫃圓機買保險 不如我用那個APP 其實很簡單 我告訴你 我去東京公幹 三日兩夜 那我住在那裡 即是設置了一個 然後已經是用回 EZA Bank做過款 其實已經 更方便了 是 所以 我覺得真的有些優勢 說真的 他上市的時候 我都曾經一度看得很好 看得很好 不過中間 有兩年時間 真的很失望 是的 那時二十幾元 我猜這類叫做科創公司 即是 你真的要給一段時間去運動 即是他要慢慢跑 跑一下跑一下 真的有些成績出來 那他的成績 可以是爆發性的成績 等於6060 我覺得不能這樣比較 但是 你一定要看3690 這個 因為第一次跟Kimi做節目 我都想說 即是之前 譬如美團 我新股的時候抽 第一年不走 第二年不走 第三年你都會走 是的 但當他開始疫情 很幫助 簡直很強勁 盈利很強勁 其實 你問我們 如果有時候回到內地 跑業務 你都會見到 其實根本家家戶戶戶到美團 即是你回到廣州、深圳 周圍都是美團的 那些運食物 那些單車的 所以 其實這隻股份值得看好 不過你未必 等到那麼久 你已經 是有些想分手 是啊 即是你正如有些股份 你真的考耐性 即使你是長渣 譬如 很多人都覺得小米 你長渣沒問題 你一定回到家鄉 但你每天見到他這樣磨 你真的考你那個心理戰 嗯 真的啊 如果大家有 對待匯豐的耐性 買比團 現在就真的賺不少了 真的賺不少 是啊 但是不是 每個都有那種 長相私手的感覺 這隻值不值得跟他過人小 6993 南月亮 觀眾朋友問 16個9號4有貨 那麼 阿莫先生問 怎麼看呢 其實呢 突然間不知道為什麼有人吹風 就說他有機會入藍炒 那我跟阿歐說了 我說如果他都有機會入藍炒 那麼農夫沙泉都有機會 那南月亮呢 即是洗衣服呢 都有點失望的 因為那時候那一陣子 大聲呢 就是A股未服侍 但是春節之後 這個港股服侍呢 所有股份都懂得 唯獨這隻南月亮都不懂我 我就是年28 我以為都會洗腦炒 是呀 又不用的 買定這些 還有他最強內需概念 是呀 當你說那些 李玲 是呀 買新衣 買新鞋我明白 穿Filler 但是 重點是 那你都會清建一下家 不多不少都會用到 他都不動 而且他的股價走勢 其實有少少噁心 前幾段呢 你見到他低位 見過15.1的時候呢 好 彈回四天給你看 是 但是彈到他最高位的時候呢 差不多17.68 又跌回下來 是 如果他現在其實有拿著貨呢 我覺得建議他繼續拿著的 嗯 這一隻的走勢呢 短期之內 是沒有那麼靈 但是我覺得呢 如果你每一次他彈到 他跌到去 譬如1月4日那次 低位見過15.1 嗯 跟著對上那次 今年2月9日 低位15.1 他都是彈的話呢 就是每一次15.1 都是他的支持位 是 我記得他好像十六個幾貨 嗯 如果他15.1 這個位再下去的時候 可以先扣一扣 嗯 那就駁他彈一彈 但是你問我 會不會去20元這些位置呢 我覺得要有些時間去磨 很久啊 因為始終太多 隨時市場不再行注目禮 都有這樣的機會 其實是成交比較低的 我見到他 是啊是啊 你成交比較低呢 你要炒相呢 都比較難些些 注目禮就是 那些人如果真的要看呢 都是少看他 除非他真的染藍 我沒話說 是是是 藍月亮真的染藍 不過藍月亮 就說回一個唯一的好消息 管理層都出來說 就是他上市的時候 都承諾 他第一季一定會派息的 當然你 在不在乎那些息的一件事 但是我覺得都 他幾正途正路的公司 不過有些事情你真是想不到的 連白威亞太剛時入了 入了藍籌股 我也想不到 會不會突然爆冷這一隻呢 那大家拭目以待 大家拭目以待 1211都不入 6993就入了 入給你看 會不會這樣呢 大家可以看看 有觀眾朋友問9923 E-Card 108元有貨 應該怎樣部署 這些是尷尬的 這些位置 超過100元以上去買E-Card 到現在都不走呢 那你就 心裏面 十五十六很想溝一手 但是 究竟是越溝越低 還是 升浪已經完結到呢 現在又是否確實現價位是值得買 還是有機會 喂 真的去回百二元的 怎樣看呢 Kimi這隻股份 其實一樣都是乾媽股份 總安在線 平安好醫生 還有就是E-Card 那其實2月18號的時候 乾媽呢 就已經是入了總安在線 還有入了E-Card 也都買了未脫 但是呢 不知道為什麼呢 反過來它入了那些全部 現在你看到的 那當然 大家都認乾媽的時候 當然覺得 哇 厲害厲害厲害 是的 那兩天真的升到給你看 但是很多省戶股物 其實你看它的升勢這麼良麗 而且它是操作著一個基金 理論上就不會這麼錯的 誰不知 誰不知 誰不知就這麼錯啦 那我的建議呢 就是呢 現在它靠近 如果看圖的話呢 靠近去到二十天線呢 就是一穿九十元這個位 其實你應上是有個反彈的 但是如果我真的看明天是高開 又是想差不多靠近三萬一這個位 再跌一點點的話呢 有機會去到八十八元這個位 我會建議它去到八十八元這個位 才去溝貨 是的 就不要走著 因為我覺得市是會再 crazy多一次的 嗯 那時候呢 市再crazy多一次呢 就應該差不多就是 市大會調了 嗯 所以可以考慮八十八元這個位 的時候才溝貨 我猜大家都會預測 三月中有個比較大的調整 是的 那有機會迎來就是 就是過完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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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貴檢 誰入誰入誰不入 之後就可能會存穩一點 而那個存穩 無論是成交 以至 股價都有機會 或者 指數都有機會 測回 一些低一點的機會 始終你很難 就是說2021年 牛氣衝天 你都沒有理由 年頭升到年尾 嗯 就是說不過去 你一定會有些獲利盆 或者 直接 直接是上年同期買的一些股份 或者 就是很簡單 就是一些持牌人 就是他可能要持三個月 持半年 這樣 他差不多他都可以 找 拿回些錢走都可以吧 是呀 給一下面 拿回少少錢用一下都可以吧 是呀 那麼 有些朋友仔 問一隻 1772 供風利業 哇 這隻股份跌10% 是啊 很明顯就是因為 納紙啦 都回調 看到這隻Tesla 都好像小頭媽媽的 這樣 那 股價方面 那當然Tesla 繼續有去宏大的志向的 那麼 觀眾朋友呢 Carol就問 1772 什麼位可以入呢 嗯 我覺得可以再低一點 可以等到 他去回108元 這些位 最低 108元 或者去到差不多 110元這些位 的時候呢 才去買這隻 因為其實呢 如果大家都知道 這隻Tesla概念股 那如果搞新能元氣車呢 除了有鋁電池之外呢 其實我想應該沒有什麼人看過 就是圍柴動力 是啊 圍柴少些人看 就是2338 是不是圍柴動力 是啊 那其實呢 這隻都好正 我覺得它像下一個 1772 為什麼呢 它呢 不是做鋁電 它是做輕燃料的電池車來的 嗯 而Witches呢 現在是有一些研究 就是說呢 做輕燃料的電池車的內容性 比鋁電是高很多 嗯 但是很多人呢 都覺得2338是一個重型卡車的概念 是 但是其實它有做電池 所以你看到它現在呢 都是好企運 升到超過百分之二 嗯 那我覺得 我給它一個建議呢 就是 去到108元 至到110元 這個位置的時候呢 才去再買一隻1772 嗯 但是呢 去到1772 這麼高的位置的時候呢 我就會轉移去看一些 未炒的便宜的股份 嗯 我覺得你可以看一下 這隻2338 都不錯的 這隻股份 是 可能就是轉一轉 轉一轉變 或者 就是把某一部份的駐馬 推回去 那你到時 哇 貢風又踩上去 為柴道力又賺到個利潤 那就可以幫你 有少少收復質地了 這樣 那希望大家都 可以幫到手 那 那 然後卡卡就說 哇 用到這個 很厲害 什麼909明月運怎麼看 前景景的那點 他56元有貨 是 那上網多少呢 指示位、指責位又是什麼呢 那幾隻SARS概念股 嗯 8083 2013 1473 我沒記錯 然後還有一隻 這隻909 其實還有一隻2101 都是SARS概念股 不過沒什麼人支持完炒它 不過它的頭多漂亮 嗯 嗯 嗯 我自己覺得 明元運呢 有一件事很慘 為什麼呢 他真是每一次去到 58元、60元這些位置 就會打回去 50天使 50天使 再彈 所以你看它的股價圖 50天使是一定彈的 那這個位置 我就覺得 不需要擔心 它會彈 但我覺得明天是有機會 會是收陰燭 但是高開低收的 所以如果你56元這個位置的時候 如果明天的市真是高開之後 跌下來 你應該要溝一溝 嗯 那我當你溝完之後 差不多去到53、54元這些位置的時候 它有機會再上回56元這些位置 58元我暫時不敢說 是 因為它這隻算是SARS股裡面最大隻 一手裡面我沒有記錯 要五萬多元 對 如果你給我去炒的 我寧願選一隻2013 因為首先便宜一點 而且它的股值沒有那麼高 是 輕輕一點 炒起來 而且2013其實今天都收得很漂亮 你看到它的股價圖 都是K1條20天使的 是 2013對比8083 剛剛有各位觀眾朋友問 就是8083現價位是否值得買入 8083現價位都值得買入 而且買8083有另一個概念 駁它什麼時候回主辦上市 是啊 真的 但有沒有時候 永遠都貼著八字 好像幸運一點 有些又不是很喜歡主辦 因為不用回主辦 也有那麼多人走著牧禮 是啊 就是它的成交量 不用主辦也那麼多 是 它自己的 profit的要求 不用跟著主辦那麼高 但是8083和2013 我覺得這個圖 2013比較好一點 是的 8083都可以買 只不過是多一個新的concept 就是駁它入主辦 如果你入得8083 你真的記得拿著 不要只塗SARS的概念 就是去炒它回主辦的上市 是 但是你給我選擇 我也是喜歡8083 不過20101是沒有人看的 嗯 之前呢 這隻我就很喜歡的 因為為什麼呢 你看它的圖 完美地V型反彈 是啊 就是完全是走出谷底 還要沒有什麼駭貨 是啊 就算你說 就算你捱價都是講一元兩元的事 是啊 所以這隻呢 我覺得反而可以留意 如果它有機會 你會回到差不多8.5至8.25 這些位置呢 可以吸納 因為 最差你回到20天線 8.5 是 你看它的圖 你看它的圖 這隻就是半SARS概念股 嗯 那 節目最後回答了 6969 SIMO2 那 Cara Chan 就問6969 SIMO2 79元有貨 會升上去 有一點點害怕 其實會升的 最近呢 煙草股呢 反而就是6055 炒上了 中醫香港 那麼 阿歐現在就開出來 它升了很多 6055 前幾天的圖 你看一看 這個呢 我又聽一些古壇前輩說呢 因為呢 其實戴口罩呢 質疾愛了很多人吸煙的 那如果呢 如果呢 即是有疫苗 應該有疫苗 就不用戴口罩 是 是對的 我覺得那個理論應該是這樣的 那除非你不相信疫苗 那那個無限討論 但是我就說了 有疫苗 大家打完之後不用戴口罩 香港重幫 然後你要飛又有得飛 那我也樂見一個這樣的畫面 看來我朋友做酒吧都真的很糟糕 很糟糕 就是捱得很緊要 有些朋友做那些 健身教練那些 有半年無功開 都不知道怎麼辦 是的 但是你說 喂有些朋友在賣報紙檔都受影響 賣報紙檔就不是賣報紙 是賣煙的嘛 那他說真的 銷售上真的少了人買煙很多 是的 你說多了電子煙一件事 其實你戴口罩都不是很方便吸煙 有些人甚至乎疫情戒了煙 是的 是的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一個這樣的誘因 令到這隻股份都 你看他這兩天升就是因為疫苗來港 所以 官員打 然後就 是的 178又是上 178我覺得可以再看好一點點 Kimi你是不是這樣看 178我 我回答他那隻6969先 好 6969呢 我自己覺得呢 暫時你看回他對上那次 2月4日就已經說配股 OK 配完股之後呢 其實股價已經一直跌了 有一個股價 那時候宣布完成了配股之後呢 就股價差不多81元 一路就跌到前幾天低位 68元這個位 那我覺得呢 配完股差不多 派貨的時候呢 他有機會要再跌一跌的 嗯 可能呢 就要去回差不多 70元 至到60 68至70元 這些位置呢 才會上 所以我會建議呢 可能會等到 拿個中間位 69至70元 這些位置的時候呢 溝一溝貨 上呢 就一定會上的了 這一隻我覺得 因為呢 始終都是內需概念 因為大陸很多人都是要吃煙 以及電子煙的 那個需求都大 那所以我自己覺得呢 都不需要擔心 反而我會建議他 怎樣溝低個成本呢 你就可以考慮去到 等到這個位置才去溝 嗯 那69至69都 曾經是北水愛股來的 那此刻不愛不代表 遲些不愛 那就可以大家 買定等升 不過 入的價位就要謹慎些了 那剛剛說 提及一下178 那先看一下178 那先 喂 一升一跌 一升一跌 那是的 真的上了一個 叫做逆後水平 那股價反應得到 你覺得還有沒有可以升呢 我覺得應該還有可以升 因為呢 最近呢 我自己在那裏見很多的零售股都炒上了 剛剛我們都講了幾隻 卓越 佐丹奴 這些都升的 譬如英軍都突然升回 是的 我自己覺得可能很多人都見到 有疫苗的憧憬 的情況之下 首先那些醫療股就跌了下來 嗯 因為就可能覺得 哎呀可以了 已經研發完疫苗了 就不需要你 那就可能呢 就下回來一點點 那反而一些的零售股 甚至連一隻領匯都升回到 是的 那可能有少少見底複甦的情況 嗯 那這個價位 和現在這個位置呢 橫行呢 圖有點像 今天的銀魚 27元 是的 所以我覺得這隻有機會再爆 所以 是完全是可以 如果又快樂的話 是可以拿著的 嗯 那省股雲也可以自己部署一下 那這個時間還有五分鐘 當然是和大家看看美股 那一定要看看Beyond Meat 星期四出業績 那很難得 跌到5%下去 那我自己就很舒服的 對於這隻股票 那如果明天再跌的話 即是今晚 我意思是今晚再跌呢 我就真的忍不住又要出手了 是的 因為為什麼呢 其實Beyond Meat的概念真的很厲害 而且他最聰明的是什麼呢 在去年中美貿易關係很緊張的時候 他在內地設廠 然後真的被他設廠 然後真的被他去試行 而你內地的食安中心呢 他又沒有什麼覺得Beyond Meat有問題 因為原先可以在貿易戰的戰場 打到Beyond Meat那裡 就是說 你搞這樣的企業 你說這些是新豬肉而已 行不行啊 怎樣怎樣 其實你看到內地 你都想在某一些的食品那裡 做一些調控 或者都想研發一些新的肉類種類 而Out of 豬牛羊那樣 因為大陸十幾億人 其實你都會知道一件事就是 食物的需求真的很多 但是Touchwood如果突然間 又來豬流感 又來禽流感 又來不知道有什麼病毒的話 那你那個食物鏈就會有所影響 何不我們製造一條比較穩健 比較安全的食物鏈呢 所以我幾看好Beyond Meat呢 他們可以背靠中國市場 也都可以在內地市場落地生根的 所以這一個概念我看好 那會不會有機會挑戰年來的高壞 我絕對覺得有這樣的可能 而且今次Beyond Meat出的那份業績 只有一個機會 或者一個亮點有機會是不好 就是它的研發成本越來越高 或者它的賺錢能力削弱了 但是我也都看不到這樣 當我們在講全球暖化的時候 就是大家有時候都 真的吃少了牛肉的 吃少了某些肉類的 那所以會不會傾向這些股份 大家可以試試低位部署一下呢 今個禮拜都 美股繼續很多不同的股份出業職了 所以昨晚隔晚美股 立指就跌得很厲害 那你這隻Beyond Meat 就歸類為一些 立指或者新經濟一些的股份 所以我就覺得 大家如果今天 如果開市的時候 都跌一些 都值得罵的了 那我自己很簡單 150元 樓下可以部署 那如果你說 喂簡單第一步 165仙 165仙 那這15元 又可以輕鬆地 叫做部署一下 或者賺一下 那也是看到有個趨勢在這裏 都知道很多 年輕人 有時候都很喜歡 部署一下美股 是不是 因為貪他的孕心勢 可以 即是逐股逐股買 睡一覺就立刻已經升了 是啊 他們是不睡覺的 因為日常是 日常是 不工作的 我們不是年輕人 我們已經不是年輕人 晚上我們是要睡覺的 是 11點我們準時關燈的 但是偶爾都有 美股都會有些驚喜的 那可以看一下 那麼 現在就升360點了 總成交金馬呢 2221 過了2000億的成交 那究竟成交金馬 會不會又是很暢旺 又是碰到3000億收市呢 那真的 要看一下 如果天天都3000億 在廣交所真的天天有生意做 真的有生意做 明天就業績了 是啊 究竟可不可以直接部署 現在跌了一點 是啊 可不可以做一些短線的部署呢 那麼省股民自己 考量一下 今天非常多謝 按理證券研究部董事 湯麗熊的Kimi 幫我們分析大事 Kimi剛才有提及過的股份子 有沒有持有呢 拿著一隻京東的集團 好 謝謝你 那麼我們下兩個星期再跟你見面 好嗎 好啊 多謝Kimi 謝謝 拜拜 拜拜